- 近期不利於車市的各種變異 已經逐漸的趨懷 也因此讓車市 在今年下半年 漸漸回復以往的節奏 而今年的第四季 新車真的是一一台一台的出 想要買新車的觀眾朋友 你准备好了吗 以及在接近第四季度的时候 如果让我们想要买车的话 车厂到底寄出了什么样子的杀手键 来吸引顾客上门呢 今天我们就好好地帮大家来整理 首先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近期其实有不少的热腾腾的休旅车 也要渐渐地上市了 包括已经上市的 甚至于即将要上市的 来 我们请智希帮大家整理一下 有哪一些车呢 好 这些车 首先第一它是休旅车 所以在年底这种重头戏的关头 一定是特别地受到市场瞩目 尤其今年的车呢 虽然全新车大改款车没有很多 但是很多小改款的车 都是在市场上举足轻重的车款 首先第一个也是我自己觉得 可能是这些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Nissan Kicks的小改款 终于终于终于去台湾了 真的等了很久 然后我觉得这一次 第一个我觉得造型变得还蛮不错 就是整体设计的 比较时尚 比较新颖的感觉 包含车头它这一次是一个 Double V 两个V motion的设计 已经把整个前保险杆整合到车头里面去了 然后包含新设计的头灯组 整体的车头的轮廓 一直到车尾贯穿式的连贯式的尾灯等等 它也有连贯式的尾灯 对 我觉得就是在设计的那个与会上面 算有跟上2023年式的这种新车的感觉 是的 那比较大在配备上面的重点就是 终于有ICC了 对 它有主动式的跟车系统 然后另外像一些安全的配备 也稍微在补足的齐全了一点 那两个配备 两个等级的配备 大致的差异 就跟原本的差不多 那可能在高阶会多一些 像是环境影像 那些比较豪华 比较科技的配备 配备上的差异 配备上的差异 但是整体产品的战力 都是在这次小改坑之后 有很明显的一个提升 我觉得以它这售价的区间 还是会继续热卖的车头 但是志希我想请问一下 它没有到Label 2对不对 对 它没有车到局中 对 只有车偏 然后再加上ACC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够用了 在这个同级的这些SUV里面 我觉得表现也不差了啦 因为它价格优势 对再加上KIGS的口碑 它的名声 我相信一定还是会很热卖的车种 然后再来呢 我们稍微讲一些 冷门一点点的SUV 首先第一个 雪铁龙C5的Aircross 那C5我觉得大家应该算熟啦 我们节目上也介绍过好几次 它就是一台 很主打极致舒适取向的SUV Citron的标标准准的休旅车 然后涡轮增压啦 前轮驱动的配置 然后有磨炭般的行驶的质感 确实是很舒服很舒服的一台车 然后它的小改款呢 几个重点就是第一个 大家看到在外形上面 有一点点不一样 管车头车尾侧面轮圈等等 小细节的一些刻画跟之前不一样了 然后在内装 除了原本的数位仪表之外 中控也变成大尺寸的荧幕 然后排档也变成那种小按键式的 跟最新世代的车 比如说1208 他们这些电动车走得比较接近 所以我觉得科技上面 是这一次改变的一个重点 那我觉得如果在同样的价格带区间 C5确实还是算有竞争力 但是相对品牌比较冷门的一个车 特殊的品味 或是你喜欢这种稍微小众一点 精致的发系车的休旅车的消费者 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再来是Skoda的Car Rock Car Rock其实一直是Skoda的休旅车也好 旅行车房车车系里面 我觉得算比较低调的一台车 然后整体的可能性价比 配备都不是那么的 讨论度那么的高 可能跟什么Superb 可能跟Car Rock相比 因为它毕竟尺码比较小一点点 然后世代也不能算最新的 然后这一次小改款呢 你如果问我它改了哪些东西 我确实也没有很清楚 因为还没有试过车 改了车头吧 造型啦 造型有点不一样 然后之前在台湾要 国外才有推出的数位仪表 这次有加上去了 然后像LV2的一些功能啦 就是辅助驾驶 再一些优化 对 稍微再优化一点点 有啦 轮圈啦 其实跟Codec有点像 小细节 然后比较大的差异是 这一次多了Sportline的车型 就是有运动化的版本 但是实质配备上的增进 确实不像其他的小改款的车型 来得这么的丰富 就是一个稍微小重一点的 Skoda的CV 然后最后两款呢 其实就是全新的车型 我相信也是很多人 关注度非常高的 第一个 Toyota的Krom 的Crossover 然后今年初就已经预告 Krom会回归到这个车型 会重新的复活 然后用新的方式 呈现在大家眼前 然后也会确定导入台湾 首波的Crossover车型 它比较像是一个 Sedan的加高版本 所以它尺码大 但是又不像 修旅车那么的高耸 然后包含它整体设计的与会 双色的车身啦 或是科技的装萤幕等等 这些都是新的Krom 非常有亮点的地方 但是我自己很期待的一点是 看看这一次有没有可能 它导入的油电系统 是最新的2.4涡轮的油电 就是在Lexus RX上面有的 对 可以这样说 2.4的油电 就是500H那个 对 但是它不是Plugin 国外的资料现在来看 它不是Plugin 它就是单纯的油电 所以等于算 丰田油电系统 整个PowerChain体系的 最新的一代 换成了给打车使用的 2.4涡轮 对 然后它也舍弃了以往那种CVD的配置 它变成六速的自排 在油电系统上面 所以单就Krom的科技的部分 我自己是对它的动力是最期待的 满期待的 没错 好 然后最后一台是OPPO的MOCA 其实它就是OPPO这个品牌 接下来10月初就要跟我们见面所推出的第一款车型 整体的车身尺码 我这样比喻好了 我觉得大概跟KIA的STONIC差不多 偏小 就是以CUV的同级的尺寸 比如说跟我们刚刚看的CAROC相比 它是比较小的 然后它其实有点算Predger 2008双身车 这个概念 大概就知道那个尺码 它的底盘 它的动力是差不多的 然后台湾首波会不会有电车的版本 目前不知道 那接下来呢 在MOCA之后 可能会有最主力的 可能是像 比如说RAV4 或是像Mazda CX-5 提逛 那个尺码的标准的休旅车 在OCO上面会跟大家见面 但是品牌的开路先锋 就是这台跨界的CV MOCA 我觉得样子 蛮年轻 蛮有设计感的 我自己会还蛮喜欢的 那重点这些休旅车 有的小改款 有的全新车 在今年年底 我觉得都其实非常有看透 是的确 这些新车蛮值得大家期待的 因为一般品牌的休旅车 的确是属于 在市场上面的主力 不只是一般品牌的休旅车 蓬勃发展 甚至于在顶端的这种 豪华的顶级休旅车 更是市场一直不断的 在扩大当中 对不对 对 这些属于天上的东西 乐透名单的车子 其实在以前 这样子的乘风品牌 不管是像Ross Royce 这种乘风豪华房车品牌 或者是像Lamborghini 这种乘风的超跑品牌 他们现在呢 真的不出一个SUV 他们会觉得对不起自己 所以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不只是他们 逐渐的推出新产品 甚至他们的销售量 也是逐年的在往上升 我们也看到到了2021年 就是已经完整结束的2021年 今年只会更好 但去年来讲的话 不管是疫情 还是一大堆的因素 但它依然站上了 一万四千两百台的高峰 反而疫情啊 让很多的那种 乘风买家的车款啊 销量整个暴增 对 我在家里没吃干 不能收国 不能去消费商品 只好买车 对就买一些奢侈品嘛 买一些玩具回家玩 可以吧 放在车户看也开心 了解 所以可是很好玩的地方是呢 在这个图表里面 你会发现 因为DBX是比较新的车款 那其他三款不能说旧 但是他们比较早出来 所以你看2019年 2020年 其实就已经看得到 Bentega Urus 或者Curinan的销售表现 但是到了21年的时候 DBX它整整 进步了400% 然后变成四分天下的局势 但很有趣的地方就来了 一般如果在别的集聚 通常如果有一台 新的车子 突然占比扩大到这么大 别人应该就会缩小 缩小 在这个集聚 显然不是 是往上堆叠 对 你看Curinan 它还是跟之前的销售量 大致相同 然后Urus 也是跟之前大致相同 就算Bentega 它甚至还有成长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讲 你会知道说 陈峰买家 他们在看待这个车子的时候 又跟以前在看 像超跑 有点不一样 因为超跑以前的特性 到这个等级 会是新车出来 大家就会追新车 然后下一次 明年又有新车出来 我们会再追下一台 但是在超级SUV来讲的话 则是一直都有 始终固定的支持者来支持 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 那今年呢 我们看到这四大天王以外 我们还会加一个天王 就是法拉利的Pro桑轨 这台车子 它一直不承认它是SUV 但是我们一定要叫它SUV 多功能车啦 那就是SUV不是吗 所以它加进来以后呢 如果按这个图表看 我认为2022年会再增出 对 但是其他人还是有一样的销售表现 不会因为他出来其他量减啦 对 两个原因嘛 第一个原因是呢 首先刚刚讲到了 大家都有固定死终的支持者 另外一个原因是呢 Pro桑轨他一出 最近就听到新闻了不是吗 就是好像要暂停接单 因为接太多 对 大家都 那它变成泛滥的那个SUV车厂 一方面是啦 它没有讲白的就是 它的产能其实也没那么大 我们过往知道 法拉利的产能全开 也不过就是几千台的量 它也不希望 它想要物以稀为贵 它不想要车子卖太多 造成整个腐烂掉 所以它 我认为明年 看今年的数据的时候 它出来以后 绝对不会影响到这些车子 对 对 那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呢 我们再看第二个图表好了 这个也很有趣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超级SUV 这一类型的 在台湾一定过千万的SUV 在全世界的市场 前20名是怎么占比 这也很有趣 到现在来讲 其实真正占最多的是美国 对 我们一直以来都会被 就是被大家告知 好像中国市场最大 其实相对之下 美国还是这种乘风 好划车的天下 我以为美国人就买皮卡就好了 他们也有有钱人 而且很多 但是我们看到第二名的中国 其实也紧追在后 其实已经差距很有限 所以你说嘛 全球两大市场 就是北美啊 跟中国大陆嘛 对不对 这个对车厂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 我记得很久以前 那时候车厂都会 针对说是欧归 还是日归 还是美归 然后那个时候 美国人的用车环境最特别 他们的喜好最特别 所以车厂通常要专注于 帮美国设计或生产一个车型 但现在中国跟美国市场一样大 但这两个市场 其实虽然是敌对国家 但是这两个市场其实消费者属性 是比较接近的 对 他们都国土很大 喜欢长途 喜欢大车 所以现在车厂在开发车款的时候 反而就不用像以前一样 还要特地去分类 因为我们现在百分之 像这两个国家加起来 以超级SUV来看 它占比已经占了几乎是七八成了 对啊 所以只要针对他们设计就可以了 是他们两个加起来 这后面的几个 对全部加起来还没有他们一个 对 但是其实我要讲掉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台湾其实也在本榜上 12名 其实我刚刚还无聊的去看了一下 我们前面没有一个国家人口比我们少 所以其实台湾消费力到现在 2021年来讲还是非常非常惊人 甚至我们常常在说 什么像阿拉伯国家很厉害啊 还是什么 你说西游王子那些人 对 我们还领先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厉害吧 所以那甚至还有你看后面 我们的后面还有新加坡 法国 对 这么多有钱又人口多的国家 我们还是可以在前面 但是这个数据 我觉得也会随着销售量 随着刚刚讲的21年22年以后继续进步 他们的销量也会更加的蓬勃发展 那明年如果还有这个数据的话 我们再来研究看看是不是像我讲的这样 carve我 那边 他大概是一回到 没 staan 就有钱 愿 complications